Hello,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野菜 那么野菜在英文当中我们叫wild editable 或者是wild vegetable 意思就是说野生的,但是它可以吃的一种蔬菜 那么我们很多朋友也喜欢吃野味 那么野菜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么有朋友看我们家的视频 感觉就提问说我们家后院的这个菜地 为什么好像乱七八糟一样 好像到处都是一些野生的野草一样 实际上不是,它们都是我们专门留下来的一些野菜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你看,你看这是什么 这叫灰灰菜 那么这些灰灰菜呢 它就是我们有意地留着它 然后它们长大了以后 这时候我们就把它拔掉 拔掉以后我们就可以吃灰灰菜 我们已经吃了很长时间的灰灰菜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灰灰菜 你看还有这个东西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你看我们在这个地下,在这个地方 长的这些东西 这是什么,就是野菜一样 这个叫蒲公英 那么我们蒲公英呢,蒲公英炒鸡蛋 蒲公英喝水 都是一种很好的 那么中药当中也讲蒲公英的这些妙用 当然呢,这个西方呢 实际上它做那个沙拉的也有这个蒲公英 那么这就是蒲公英 那么这是灰灰菜 我们可以看到这小灰灰菜正在生长 你们看到,你看这个是什么呢 这些 这些就是小的骂吃菜 它们在长 所以说我们等于这个灰灰菜 并不是一年世纪它都有 就是说到春季雨季的时候 它特别多 那么它就吃,我们就吃这些灰灰菜 那么一旦这个灰灰菜 我们就把儿子吃掉了 长大了我们就拔掉,吃掉 吃完了以后 这时候第二茬呢,就开始出这些叫做什么 就是麻痴菜 麻痴菜这时候就会长很多麻痴菜在地里的 那么我们就有很多的麻痴菜吃 所以说呢,我们这个 因为野菜嘛 野菜它就是生命力特别强 它就是每一个小缝儿,小空间呢 它就开始长这些野菜 那么这些野菜呢,我们就留着它 到时候我们浇水的时候 就无意当中我们还可以吃到野菜 所以说一共我们都有很多的麻痴菜 那么到这个,我们你看这个菠菜 我们这菠菜当中 这些缝隙当中都有麻痴菜 你看这是什么呢 这是灰灰菜 然后有麻痴菜 还有这个蒲公英 所以我们这些菜呢 都是有意思地留着 你看那边 看多少这个蒲公英和灰灰菜 我们都留着 都留着,所以等于我们就 就拔着吃 等于我们这些灰灰菜吃完了以后 然后它就开始长什么麻痴菜 满地这些空间的地方都长了很多的麻痴菜 我们可以吃麻痴菜 我们这个韭菜地旁边 这一块呢,我们就移植了很多的这些什么蒲公英 那么这些蒲公英就可以在这生长 你看这个蒲公英呢 它到时候它有种子 就比如说它在这儿 它已经有产生的种子 然后这个种子呢 我们吃完了这些蒲公英以后 这些种子又撒在地下 你看这个开的花了 看开花,然后撒在地下 撒在地下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始终我们都有蒲公英可以吃 你看这个它接了很多 你看开花,然后接种 然后它会撒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到就是一共都有这个蒲公英可以吃 你看这个蒲公英的花多漂亮 还有一个就是说 在这个地里 我们经常会发现 就是说我们有意识地去 比如说洗菜呀 有种子的东西 我们就撒在地里 然后它们就会不断地就产生 生长出来一些 一些这个东西 比如说你看这是什么东西 长长的虚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我想没有几个人知道 这个是什么 山药 这就是它在最深的地方 然后它又有山药可以在这儿长 然后它会长一个长长的虚 然后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的时候吃山药的时候 我们买山药的时候 那个根儿我们就把它埋在地里 然后它们就开始在这儿不停地长 然后呢我们还有蚂齿菜 那么比如说灰灰菜 灰灰菜的种子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缝隙 你看这个缝隙 它就有很多的这个灰灰菜 你看这是我们留的这些灰灰菜 你发现什么呢 这个灰灰菜已经接种了 看到了吗 已经接种了 然后我们到时候 它种子成熟了以后 就是我们把它拔掉以后 成熟以后 然后我们把它撒在地里 就是这样合着合着 在地里这样合上了以后 然后这些种子呢 它就会散布在满地都是 这样的话我们到来年一下雨季 很多很多的灰灰菜都长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有意识地来种一些灰灰菜 就说起这个种子啊 就是说我们洗什么东西啊 洗这些菜 洗这些东西 你看这个 这个是什么 九层塔 杯手 这是杯手 这是山药 有意识地我们洗菜的时候 洗这些有意思的是种子 我们就把它撒在这个土壤里边 然后它就会 撑撑地给你穿出来 各种各样的这些蔬菜 有的时候我们就直接把它移到边上 然后我们就种上了 所以这样的话 就你也不用去发种子了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 有一颗西红柿 看这西红柿 就是我们在这个地里边 就是一些坏的西红柿 老的西红柿 然后我们就把它埋在地下 埋在地下以后 它就自己 自己就穿出来一个好的西红柿苗 就穿出来了 当然还有别的各种各样的菜 比如说红菜啊 也有这苗出来 你看这也有个西红柿苗 出来了 看西红柿苗也出来了 然后 我们这颗就是 这个 这Swiss Shark 叫做瑞士 瑞士菠菜 就是这个瑞士红柿苗 就是长出来 就是接很多的东西 就很多的这个菜叶 我们就吃起来 很好吃 这个瑞士红柿苗 然后你看 它就穿出来了 种子 那么这一颗 我们移到边上 移到我们应该 想象的长的地方 它就出来了 就可以了 所以根本不用去发芽 瑞士红柿苗 这个瑞士红柿苗 你就是这样一披下来 你看这样披下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炒着吃 或者包睡饺 都很好 就这个菜 叫瑞士 瑞士红柿苗 我们各式的叫瑞士红柿苗 它的英文名字叫的 Swiss Shark 比如说这个 这个 这个茴香苗 你看到了吗 大家看到茴香苗了吗 这就是我们在爬山的当中 然后我们 挖一棵小的茴香苗 然后我们带回来 然后叫它在这生长 然后接种 接种以后 然后我们把它 撒在这个 我们喜欢种的地方 然后它们就会出 很多的这个茴香苗 就出来了 还有这些鱼心草 也是你看 满地都是鱼心草 那么我们就是利用 这样的小的空间 然后种一些鱼心草 这样的话 它每年它自己 就是产生很多种子 然后这个产生很多的 第二年就出来 很多的这些鱼心草 太好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击屏幕的链接 订阅 转发 点赞和收藏 欢迎大家浏览本频道 分享美国生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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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